DSM 媽媽 看過你 抱抱睡 快睡 傳鳳姐姐 妳手上怎麼會拿著一顆蛋啊 奇瓜哥哥 我跟妳說 昨天我在我们家的院子里面 捡到了一颗蛋 你看就是它 是不是很可爱啊 等一下 你说在院子里面捡到一颗蛋 这也太神奇了吧 我在想不知道它生出来 会是什么动物 会不会是 老鹰的蛋 老鹰啊 飞过我们家院子的时候 不小心把蛋掉下来了 我觉得不是哦 说不定它是一个鸭宝宝 而且听说鸭宝宝出生之后 都会跟着妈咪 咚咚咚咚的跑来跑去 一想到这个画面 就觉得好可爱哦 曹子姐 我觉得你这样子还蛮可爱的 而且让我想到了一个 鸭妈妈的故事 天哪天哪 不得了了发生大事了 怎么啦 什么是大惊小怪的 就是那个鸭妈妈 鸭妈妈怎么了 她说她想再生一个鸭宝宝 哎哟 这怎么可能啊 她那个年纪都要当鸭奶奶了 对啊对啊 年纪大了就要认分一点 真的不要想太多了 会不会是她为了让主人 多注意她一点才会动了这个念头啊 嗯 有可能 有可能 你们都在这里啊,在聊些什么呀 杨妈妈是你啊 今天天气真不错 我要赶快去带我们家的宝贝去晒晒太阳了,拜拜 对啊,对啊,我,我 对了,我今天答应杨妈妈 要带她的小羊去吃草的 我得快点回去了 牛妈妈,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我也好想跟他们一样,有一只属于自己可爱的鸭宝宝哦 蛋,这是一颗蛋呢 这里怎么会有一颗蛋呢 哦,好漂亮哦,又圆又大的,如果孵出来,一定是一只美丽又聪明的鸭宝宝 不行不行不行,万一这颗蛋的妈妈发现它的蛋不见了,然后又找不到的话,一定会很着急的 嗯,那我就在这里保护这颗蛋,它的妈妈应该会回来这里找它的 鸭妈妈从白天等到晚上,还是没有人来认领这颗蛋 晚上的天气越来越冷,鸭妈妈担心这颗蛋会被冻死 于是就下定决心,要把这颗蛋带回家 鸭妈妈担心里想着,这颗蛋应该是上天要送给她的礼物,让她能够拥有属于她自己的宝宝 快了,快了 不知道会生出什么怪东西 是伸出来了没有,大家也让我瞧瞧 还没,还没有了 那么大一颗蛋,伸出来的会不会是鳄鱼还是恐龙之类的 那会不会把我们给吃掉 你们看,快伸了,快伸了 这脚也太长了吧,会不会是长颈鹿啊 鹅妈妈,长颈鹿又不会生蛋 我差点忘记了 你们看,好长的脖子 好大的同物啊 真好笑啊,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啊 是怪物啊 我的妈呀,还真是丑啊 我倒是觉得长得挺好笑的 我又点事先走了 杨伯伯,我们快回去吃早餐吧 对,我们快走吧 我也是该回去了,再见,走了 小宝贝,你怎么了 我,我害怕 别怕,有妈妈在,你快点出来吧 我真的长得很奇怪吗 不会啊,你是我最可爱的宝贝 那他们为什么要笑我呢 他们,呃,因为他们 我不要出来,我不要出来了 好了好了,乖宝贝 别哭,别哭 我觉得啊,那些动物都太坏心了 大头鸟什么事情也都没有做 怎么可以因为他的外表不好看 就欺负他啊 嗯,而且他们也开始怀疑 一些农场的坏事啊,都是他做的 哈,这样大头鸟好可怜哦 我想鸭妈妈一定也很难过 对啊,不过母爱还是一样很伟大哦 不管别人怎么说,鸭妈妈还是一样很相信 也很疼爱大头鸟的 大家都在猜,鸭妈妈的蛋宝宝究竟是什么动物呢 因为他实在太害羞了,一直躲在蛋壳里不愿意出来 最后大家就叫他大头鸟 以我的第六感来说啊,我觉得大头鸟有问题 啊,是吗?我也在怀疑啊,上回鸡舍的蛋被偷了 搞不好就是跟大头鸟有关 天呐,这太危险了吧 我得快点回去,把我的蛋宝宝给顾好 哎呦,太恐怖了 妈妈,我是不是长得很丑啊 乖宝贝,妈妈觉得你不丑啊 可是,大家都不喜欢我 我想,他们是还不了解你吧 你很善良,很贴心,是妈妈的乖孩子啊 可是 有一天,他们都会知道的 妈妈,只有你对我最好了 哈哈,因为你是我的乖宝贝啊 一、二、三、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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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有六呢? 我明明就是生六颗蛋啊 哎呦,救命啊 谁偷了我的蛋啊 你好啊 哦,你好奇怪哦 宅宅啊,你怎么都讲不听啊 我不是要你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吗 你没有听到有人把鹅妈妈的蛋给偷走了吗 我只是觉得她长得好奇怪嘛 为什么一直躲在蛋里面 下回不准你再跟她说话 可是,我真的想知道嘛 小朋友,不要问那么多了 自从农场莫名的遭人破坏之后 每一只动物都开始担心了起来 虽然他们没有说 可是,每个人都开始怀疑 小偷 小偷 有鬼啊 小偷 别想让我回来 小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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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动啊 小偷 小偷 你永远永远要休想再靠近 真是太谢谢你 我的小宝贝蛋才没有被偷走 不客气了 不好意思啊 当初我还误会是你把我的蛋给偷走的 现在我才知道是可恶的狐狸偷的 那么,你这几天为什么老是在农场里面走来走去的呢 我,我只是想帮大家找出来谁才是休手啊 真是对不起 我们之前都错看你了 你真的是一个好孩子啊 都是妈妈教的啦 妈妈妈妈,大头鸟是鸭子吗 我第一次看到腿那么长的鸭子 对啊,现在看到大头鸟 真的觉得很可爱 是啊 谢谢你们 我以为你们不喜欢我 过去是我们不对 我们因为不了解才会误会你 现在你可是我们的英雄呢 你看吧,我跟你说过了 你是我最棒的宝贝啊 那我们可以凑成一对 我妈妈也说我是她最棒的宝贝喔 对啊,你们两个都是我们的宝贝蛋 宝贝蛋 还好啊,最后有抓到小偷 这样才有办法证明大头鸟的清白 对啊,对啊 而且大家也因为这样子呢 就对大头鸟刮目相看了喔 那我决定了 等我的鸭宝宝出生之后 我也要训练她成为一个抓小偷的高手 刚好啊,我这里有一个手电筒 我来看看里面是什么动物好了 好啊 怎么了 彩虹姐姐 这个好像不太对喔 哪有什么不对啊 你还给我啦 她本来就是一个鸭宝宝 我还没看完了 哦哦 完蛋了 有裂痕了 等一下,我闻闻看喔 我玩 怎么,咸咸的味道啊 剥开来看看好了 你不要剥嘛 彩虹姐姐 这个啊,是人家吃稀饭的时候 再配的咸鸭蛋啦 不知道是什么蛋 还乱孵蛋 好好笑喔 加油 最快给你喔 加油 加油 草莓姐姐 你在替谁加油啊 我在帮小蚂蚁加油啊 蛤,蚂蚁? 对啊,我刚刚在吃饼干的时候 就发现有小蚂蚁在捡我掉下去的饼干穴 然后我就决定给它一块比这大块的 可是它们好像搬不太动耶 当然喔 我跟你说 你啊,给蚂蚁这么大块的饼干穴 它又这么小只 它当然搬不动啊 西娃哥哥,我刚刚就在幻想 如果我们人像蚂蚁一样的小的话 这样吃的用的都很少 就不会制造太多的垃圾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每个人都有房子可以住 哇,这样一定很棒 不过,要是人变得像蚂蚁这么小的话 你不觉得有一点太危险了吗 嗯,你这样说也有道理耶 刚好啊,让我想到了一个有关于小小人的故事 老婆婆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 所以一直都没有小孩 但是她却很希望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陪伴她 老天爷啊,求求你 看在我年纪这么大了 还是孤单一个人 请赐给我一个孩子吧 我会好好的疼她,爱她的 哎呀,虽然每天都跟老天爷请求 可是这应该很难实现吧 谁会给我孩子呢 啊,算了,睡觉去吧 婆婆,我是新精灵 我听见你每天诚恳地祈祷了 所以我特地来实现你的愿望 啊,真的吗 你真的可以实现我的愿望 给我一个孩子吗 当然可以 只是这个孩子可能跟一般人不同 你可以接受吗 我,我可以的 只要是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照顾她 很好,那我给你一颗种子 希望你可以用成心来照顾她 她会为你实现梦想 啊,种子 种子 种子要怎么帮我实现梦想 新精灵 怎么不见了 新精灵,新精灵 啊,新精灵 啊,原来是梦啊 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精灵呢 啊,种子 真的有种子 啊,真的有新精灵啊 可是,这个种子怎么有办法帮我带来一个孩子呢 精灵又没说清楚 到底该怎么做呢 老婆婆虽然满腹疑惑 还是把种子种到土里 她每天心情地浇水,除草 常常对她说话 慢慢地,种子长出了一个大大的玫瑰花花苞 但是,这朵还没有开的玫瑰花实在是大的惊人呢 某天,这朵玫瑰花终于开了 哇,里面,里面竟然真的有一个孩子 啊,你是我的妈妈 你好可爱啊 只是小了一点 对啊 我虽然小,但是我什么都会做 太好了,太好了 我终于有人可以作伴了 就这样好几年过去了,小小姑娘一直没有长大 虽然村民对她赞不绝口 但是老婆婆却开始担心了 小小啊,你已经长大了,总不能一直陪在我这个老太婆身边呢 也该好好地帮你找个好亲事了 妈妈,我不打算要结婚,我要一辈子服侍你 更何况我长得这么小,应该也很难找到娶我的人吧 这怎么可以呢,你得要有个人来照顾你 不然等我离开了,你怎么办呢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一个愿意好好照顾你的人 老婆婆一直都在帮小小姑娘找一门好亲事 虽然大家都知道她是个美丽又勤奋的好女孩 但由于小小姑娘实在是太迷你了 所以都没有人来提亲 小小姑娘的婚事就这么耽搁下来了 好,现在连我都很担心 小小姑娘会不会找不到人结婚 对啊,小小姑娘实在是有一点太迷你了 难怪连你还有老婆婆都会为她担心了 我现在觉得变得很小,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你等一下,故事还没有结束 小小姑娘虽然非常迷你 不过她很懂事也很孝顺 后面就会有好事发生哦 在遥远的东陵国有一位聪明又帅气的王子 但是聪明的她,个子只比手掌大一点点 由于小小王子的个子小 每次向陵国的公主提亲都被拒绝 东陵国国王也很着急 于是她请大使去找善良贴心的平民女孩当王子飞 哎呀,听说东陵国的王子虽然很帅气又聪明 只可惜个子超小呢 对呀,该不会嫁进去之后 还要每天跟照顾小孩一样照顾她吧 那我可不要哦 那叫小小姑娘嫁过去好了 她既符合上述的条件 而且个子跟她一般大嘛 真是天生的一对啊 就是啊,说得真好啊 大使混在人群中 听到村民提起的小小姑娘相当兴奋 经过几天的明察暗访 大使决定去老婆婆家一探究竟 请问你是 哦,我是东陵国的大使 请问你们有看见街上的告示吗 哦,我们看见了 可是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呃,经过我这几天的观察跟了解 小小姑娘她非常适合我国的王子 怎么可能 我的个子这么小 再加上东陵国这么远 我也不想离开妈妈 是啊 我会舍不得小小嫁那么远呐 我想小小姑娘的身材跟我们王子差不多 美丽又善良 我想她们应该会相当合适吧 呃,可是,可是 不要,我不要,妈妈 这怎么办呢 在大使不断地说服下 老婆婆及小小姑娘终于点头答应了 几天后,小小姑娘和老婆婆就和大使一起出发前往东陵国 陛下,王子,我帮你找到合适的女孩了 哇,你真是我所见过最美丽的天使了 谢谢你 哎呀,我的天哪 小小王子的身材真的跟小小一样啊 哦,老婆婆 我保证小小姑娘在皇宫里不会吃苦受累 我们会加倍地疼爱她的 请你放心让小小姑娘跟王子结婚吧 只要王子好好对待小小,我就放心啦 老婆婆,您别担心,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小的 小小,你愿意做我的新娘吗 嗯 彼此一见钟情的小小王子与小小姑娘 在皇宫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而老婆婆也被王子接到皇宫中 与小小姑娘快乐地享受皇宫生活 哇,真是太棒了 小小姑娘也有找到一个跟她一样的小小王子 对啊,这样子你以后跟老婆婆 就再也不用为了小小姑娘而担心了 嗯,真浪漫 西瓜哥哥,你觉得在蚂蚁里面 会不会也有我的小小王子啊 哇,这也应该不可能吧 西瓜哥哥,你赶快脚抬起来,抬起来 你不要踩到我的小小王子了 哇,你就算现在这样讲 也应该来不及了吧 而且,你这么大一只小小王子要是看到你 早就被你吓死了啦 才不会咧 我可以为了他们变小减肥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没有了 是... 我喜欢他们的小龙子 太大小了 谁要把你带哦 我可以啊 他带我回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